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星光熠熠 却也有不少败笔 昨天晚上 湾区声明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在中国香港精彩唱响 百余位来自海峡两岸即港澳地区的电影人 音乐人 文体科技界代表汇聚湘江之盼 用温暖的情意与热烈的奋斗 共同书写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 这场晚会在主题表达上紧紧围绕更续文化传承 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时代命题 于回望 守望和展望的目光中 溯源经典 着眼当下 畅想未来 然而 在节目安排和表演质量上 却也有不少败笔 让人感到遗憾和失望 首先 晚会的主持团虽然由蓝宇 吴京 苏友鹏等知名主持人和电影人组成 但是在现场的互动和串场上显得生硬和尴尬 他们没有很好的把握节奏和气氛 也没有很好的展现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他们的话语多是陈词烂调 没有深入挖掘晚会的主题和内涵 他们的笑容多是勉强和僵硬 没有真正感染到观众和嘉宾 他们的配合多是机械和刻板 没有形成默契和火花 其次 晚会的节目内容虽然涵盖了不同代际经典影视金曲 经典歌曲 但是在编排和呈现上缺乏创意和心意 很多节目都是简单的照搬原版或者拼凑串烧 没有根据晚会的主题和场合进行改编或者创作 很多节目都是重复的 使用了老套的形式或者道具 没有突出晚会的特色和风格 很多节目都是随意的安排了不相衬或者不相容的组合或者对唱 没有考虑到嘉宾的实力和特点 最后 晚会的表演质量虽然有一些亮点和惊喜 但是也有不少失误和低谷 比如 成龙 刘德华 张子怡等一线明星的表现都十分出色 他们不仅展示了自己在电影领域的成就和魅力 也展示了自己在音乐领域的才华和风采 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故事感动了观众 也用自己的态度和精神鼓舞了观众 而特邀嘉宾徐晓凤、汪明泉两位传奇艺术家更是惊艳了全场 他们用自己的经典歌曲回顾了自己的辉煌岁月 也用自己的不老声音证明了自己的不朽地位 然而 也有一些嘉宾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 他们不仅唱的走音或者跑调 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和投入 他们的表演显得平淡无奇 也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之 湾区声明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是一场星光异议 却也有不少败笔的晚会 他既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魅力和发展潜力 也暴露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问题和发展难题 他既让人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豪 也让人反思了中华民族的不足和缺陷 他既是一场文化盛宴 也是一场文化考验 希望在未来的晚会中 能够有更多的创新和进步 让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事业更加繁荣和发达 赶开全脉唱歌的肖战很了不起 湾区声明月大型晚会落下了帷幕 原来这么大型的晚会 还有人假唱 在这么多的前辈艺人面前假唱成何体统 于是有了热搜港星赢得很彻底 内地歌手则成了听完忘记原创 下次别改了 唱得没啥没跑掉 原来这么大型的晚会 可能因为场地太大了 音响都不怎么能跟上 肖战也太实诚 上去开全麦现唱 即便音响不行 快成了清唱 也依然气息稳定 发挥正常 于是也有了热搜肖战真唱 等级事报 算是为内娱扳回一局 电视前看的时候觉得肖战唱的声音有点小 但后来找到现场录的音 居然比电视里播得要好听 而且声音也很饱满 这就难怪肖战演唱的时候 现场的气氛突然热烈起来 肖战,他就是那个肖战 做什么都认真努力 光明磊落 而且,拍现场的摄影老师也很善解人意 知道大家喜欢看肖战 所以对脸拍也是很贴心 离近了看真的好帅 高唱的潇洒流畅 脸上也毫无瑕疵 使我瞬间明白一个词 什么叫完美无瑕 任何时候都开全麦演唱的肖战 今天得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好量子 港里港气的 但怎么感觉那么贴切呢? 如何评价肖战版《潇洒走一回》 中心网北京6月30日电 在湾区声明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上 青年演员肖战翻唱了叶倩文的经典歌曲《潇洒走一回》 如何评价肖战版《潇洒走一回》 知名月评人刘水记在接受中新闻与采访时坦言 肖战带来的《潇洒走一回》 以国风融合摇滚的曲风 呈现出了一种偏偏少年正长成 青涩与热血并存的新鲜感 刘水记介绍称《潇洒走一回》 这首发表于1991年的歌曲 距今已过去了32个年头 却依然像是一株见证了华语乐坛 高水准作品发展历程的活画史与长青树 一直发光发亮 作为叶倩文《潇洒走一回》专辑的同名主打作品 这首歌由陈乐荣、王惠玲作词、陈大力、陈秀南作曲 1993年获得第四届中国台湾金曲奖 最佳年度歌曲奖、最佳作曲人奖 叶倩文演唱的版本 横跨了几代人的青春及少年回忆 歌曲在中国风元素中融入现代感 十足的摩登节奏 无论演唱、词曲、制作 在当时都可谓超前 即便现在聆听 还是冲击力十足 潇洒走一回也变成了一句 风靡大江南北的流行口号 从大家交流时表现时髦的口头禅 到影视剧里各种台词 亦或男女老少还在用VCD播放家庭卡拉OK的年代 人人都可以哼出几句 天地悠悠 过客匆匆 潮起又潮落 多年来 这首歌传唱不衰 一直被各种翻唱和改编 但这首歌所蕴含的思想含义 并非及时行乐或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而是一种笑对人生的洒脱 乐观与豁达 是对人生道路上纵然难免是鲜花与荆棘并存 依然无怨无悔 敢爱敢恨的大气 到了今天 同样鼓舞着我们 肖战全开麦真唱嗨翻全场 彰显巨星影响力 被在内于门面 大湾区音乐会杀疯了 肖战也杀疯了 29日晚举办的大湾音乐晚会的相关话题 随着节目表演的开始 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霸榜热搜高位 大家最为关注的还是压轴登场的肖战 晚会开始之后 肖战工作室就发布了一组肖战的高清大片 肖战好港的话题也是迅速登上热榜高位 有关肖战的话题是一个接着一个 一会是肖战和周海妹同桌了 一会是肖战和成龙同框了 终于等到肖战登场了 肖战一登场 气氛就热了起来了 欢呼声那喊声 一下子就有了娱乐盛会的感觉 肖战果然还是肖战 全开麦演唱 气息稳定 音准节奏都堪称完美 动感的旋律带动了场内的气氛 台下的艺人也都纷纷跟着唱 肖战也是非常享受自己的舞台 台风稳健 气度潇洒 他还频频和台下观众挥手互动 晚会进入到了高潮 表演结束 整个场子真正热起来了 肖战真唱话题马上洗提热榜第一 引发巨大关注 喜欢肖战的人表示 但是,真的没什么奇怪的,肖战的舞台次次都是全开麦真唱 尖叫之夜余年的演唱,还被日本之名乐评人称为艺术家的表演 这就是肖战,永远都在给你惊喜 粉肖战真的是太爽绝痛快了 很快,肖战真唱的话题就爆了 果然真顶刘士惊得起检验的 有博主发文说因为前面内宇有几位歌手发挥不尽如人意 所以一直很担心肖战的潇洒走一回,全部真唱 现场很容易受到设备,收音的影响 但看完之后放心了,圆满过关 这几年,肖战演技在线,且精益求精,唱功稳健 且可挑大梁,我怎么有种我好有眼光的欣慰感 现场的观众反馈说肖战演唱时,全场观众发起最大声的一次欢呼 11点的场子一下全嗨了,这就是巨星吧,真是内遇的门面担当啊 演唱潇洒走一回的肖战,是真的很潇洒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